現在我們要教的東西叫做浮體原理 就是東西丟到液體裡面會自己浮起來的我們叫做浮體 老師說以誰受力 東東受力 受幾個力 重力向下 浮力向上 三合力是多少 平衡不動 所以合力是0 叫做兩力成平衡 我們古時候教過兩力平衡的條件是什麼 我們古時候教過兩力平衡的條件是什麼東西 10號 10號 兩力平衡的條件 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還有嗎 最後一條直線上 請坐下 兩力平的條件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重量之間上 好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浮體的浮力跟重量誰大 一樣大 就是一個重要的觀念 叫做浮體的浮力會等於物重 那成體呢 浮力就小於物重 好 這就是我們的第三個公式 算浮力的第三個公式 叫做浮力等於物重 但這個公式只能夠用在哪裡 只能用在浮體 丟下去會自己浮起來的浮體 OK 前面兩個公式 浮力一定是排開的易重 浮力一定是減輕的重量 這兩個公式是所有情況都能用 這個只能夠用在浮體 OK 所以這個是考試考過的 學者考過的題目 那一個第一句 它是問你說那個船身會上浮還是會下沉 阿翔請問你 濕水線 然後淡水比較低 為什麼 第二問題是說 誰的浮力比較大 有沒有一樣大或怎麼樣 來 先問第二題 哪你的浮力大 有沒有一樣大 為什麼會一樣大 為什麼這個比較大 那個比較小 停車戰界問 我們找誰呢 找一個帥哥男 帥哥男有嗎 你們班沒有38齁 找不到帥哥怎麼 23 23 回答第二題 浮力有沒有一樣大 有一樣大 為什麼一樣大 不一樣大 誰比較大 為什麼誰比較大 不會喔 5 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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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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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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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別人問你 那個濕水線 水陰到那個地方 會高一點還低一點 或者問你說船身會上浮 還是會下沉 這一次告訴你說海水的濕水線比較低 也就是墨在海水中的體勁下少 為什麼 別人是問你會上升 還是會下沉 他已經告訴你了 他已經告訴你了 但是問你為什麼 為什麼呢 No.32 為什麼 因為密度怎樣 因為密度一樣 你知道嗎 因為海水密度比較小 淡水密度比較小 淡水密度比較小 請坐 表示船身就怎樣 上浮 船身會上浮 所以從淡水池到海水 船身會上浮 從海水池到淡水 船身會下沉 就是有人問過的題目 OK 就是原因 很簡單 Ken 你在看 其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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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